《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多謝大家收看《不適合》說到第四十二集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的收視都不差 不差嗎 你用什麼來做記憶 在這個台裏面可以的 你用什麼來做記憶 有顯示出來的嘛 是嗎 你查到我們沒有箭底嗎 當然不是箭底 不是箭底 也好一點 這麼多粉絲支持 我們是粉絲 我也是粉絲來的 不是 今集不知道 林康正不在 他去了踢球做後備 不是 他有隊球隊 最重要是有主席在這裡 不是 別這麼說 主持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幾位新聞檔的朋友 三位新聞檔 最一位劍散落 如果大家 個人檔 大家如果自收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們請過幾次新聞檔的朋友上來講 好像是 不過今次最多我想看 是否收好錢的 有政治捐錢 不過今天那三位朋友都第一次上來 都是介紹一下自己 你以後遇 梯頭大廠 我是阿騫 中文名字 陸慧謙 我是新聞檔西貢及將軍澳地區 你可以說是話事人 高級 厲害 地區講事算吧 加油 我是阿騫 我就負責會言智庫學院的日常行政運作 類似是確保一切都運行暢順 不會有什麼混合了 OK的 大家好 我是Cyris蕭瑞昆 我是會言智庫社區服務總監 屬於南區的社區服務總監 這麼高的總監 也是新聞檔的創黨黨員 就請大家多指教 不說也不知道 原來會言智庫在西貢區和南區 原來有辦事處嗎 嘩 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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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主持人很謙虛 不過不說了 現在新聞檔有多少個辦事處 現在新聞檔發展成怎樣 真的要計算數 暫時是一兩個 講到我們有多少個 只是計算新聞檔 多到不知道 多到不記得 新聞檔很厲害 這麼說 新界西我們應該有三個辦事處 對 九龍東 接下來就有一個辦事處 下個月就開了 湖延智庫這邊 新界東我們也有一個辦事處 港島有兩個 港島有兩個 有些業態辦事處有三個 遍布 廣九新界 真是欠九西武 可能有的 但上頭已經很輕的了 好像 對 有聖田 一向都覺得 會言自負 新聞檔 都是聚焦 在港島 什麼時候連新界都被人進攻 什麼時候 接下來 其實現在我們都盡快 開了辦事處 開了辦事處 但我起碼看到是人財仔仔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但為什麼無緣無故要跨區 跳出香港島開辦事處 是不是部署選這個超級區議會 全港這麼多個都有他的票員 這麼說 超級區議會我們不太多 我們始終都是剛剛開始 都是叫做小黨 很多辦事處 辦事處其實是市民需要 大家都知道葉牌的知名度很高 是的 我們都認識他 有些好像新界東那些 我住張軍澳 張軍澳 我們還沒開辦事處 當時 我們在北角都收到很多張軍澳的喜事 有些人問他 厲害 主要找葉牌想求助什麼 什麼都有 求助這些 法律的諮詢 或者可能 有些地區的事務 葉牌民網這麼高可以選特首 可以 也好 對 加上葉劉宋怡商 鐵四角 鐵四角 怎麼看 怎麼看 可以 太敏禁 太敏禁了 你們不想上司做特首嗎 然後大協力升官 這樣說 所以他升成王 這樣說 上司做特首 這是他的決定 但是如果他想選特首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支持他的 中望所歸 中望所歸 對 一定 他有經驗 也要看他 范太也說 接下來下屆政府必須處理23條 葉太有經驗 葉太剛才這樣說 現在才要搞好民生問題 始終都是 但是國家安全不是民生 沒有國哪有家 這樣說吧 聽起來 這個農法來先 葉太最近公開地批評唐英年和梁振英 說他們各有缺點 即是捨我騎水 哇 葉太 我經常都捨這個寫那個 那我是不是去選特首 不是 我想葉太其實都是為香港好 沒錯 但你們新聞黨始終都是一個較為新的政黨 這樣跟那些傳統舊友的政黨的關係 他們會不會說 你突然撒枝裝起來和你爭位 會不會這個情況出現 沙拉斯 你先說 你先說 我覺得絕對會 始終大家都是競爭 老實說 竟然大家都要當選舉 例如說立法會 現在傳媒分了兩大派 白民主派和建制派 當然傳媒都group我們建制派 可否認其他建制派 都當我們是一個競爭對手 是的 所以 例如說 所以日後可能區議會選舉 隨時都出現了 新聞黨和一個傳媒定義出來的建制派 一起爭競爭去區議會都有可能 其實不只是民主黨 才面對著被人民力量追擊這個問題 對 就是你們會員全部 追擊工聯會 那幾分鐘都被建制派 追擊工聯會 我想比很多方面 你說追擊 也有很多方 我相信 沒有辦法 我們也是唯有因然接受 因為我們都不能阻止 其他政黨派人去參選 我們可能會有的區域 為什麼 你叫葉劉淑儀去 不就是葉劉淑儀去 叫葉劉淑儀去出面 就是跟阿田北俊說聲 但是你知道選舉 既然是民主唯一一個大前提 也不能說太多剋傷作業的情況 不能勸人不選 也不能說勸人不選 所以你也反映了 香港現在變成一個 五花八門的一個現象 在政治生態裏面 民主黨經常說 人民力量追擊他 或者是藝建制派 那根本就是 不停說人民力量 你不知道 人民力量 其實老實說 真的任何一方人都有 想選就選 真的想選就選 所以也不能說追擊 就是當一個區 隨時可能會出現五個六個 候選人都不出奇 真的挺好看的 就是一個區裏面 本來有一個民主黨在 然後有一個民建聯去追擊他 那突然融落旗插入去 根本說融落旗是藝民主派 就是不是的 還有其他可能 在那裏住的居民 也會參選 也有可能的 是不是 有些人 地區人士居然自己 在非法掛橫 宣傳自己也有這種情況 在海宜半島都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嗎 是啊 真的要分享一下 沒有非法掛橫 非法掛橫 非法掛橫 宣傳自己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出去 跟區議會批准就可以了 掛橫應該地政權 好 所以今天就去宣傳自己 簡單說句 所以有些區我都說肯定 我想 即是很驚訝 即是很驚訝 即是一對一 隨時可能是二對三 有這樣的情況也會有 所以我想來年 即是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相信會很精彩 那就好 好笑 多些雪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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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西貢區又怎樣 我的情況好很多 好很多 即是各種養老 盡可能都一樣 即是工聯會說明不插旗 我們在西貢區的服務比較中查 即是基層那些 我們不會插手進去拿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即是去新屋苑 私家屋苑 就是文記 或者是工聯會那些 他們的資源多過你 如果在柔和琦 下個區域知道 你派東西那些 你怎樣救人派 沒錯 派輝春 大哥不是派輝春 但是派多人 別說人 別說人 誰派叉燒飯 大家知道就算 大家知道就算 你真的不要說公開話 人家派叉燒飯 你真的很難聽 民族雪惠 不過有一個有趣的情況 我知道 在我區發生 還要更添 海宜那些都會貪這些 不是 情況很搞笑 某個黨派叉燒飯 誰知道 自由黨 說完 誰知道被人以為是另一個政黨派 自由黨派 就是以為民建聯派 就是以為民建聯派 是嗎 不是 這麼糟糕 有 我最不喜歡就是工聯會的李卓仁 會這樣 融落旗是人民力量寫文年 有人真的不知道 好 我真的不知道 有很多人是你的政策 我是審文年 我是審文年 你是審文年 遲些可以說審文年 是人民力量 有很多粉絲 我好像看過你Facebook 有些人真的 我只是亂加我 我還沒加 今天回家再加你 好 我還沒加 我有加 你們現在的區域很單純 是一打一 就不會有其他建制派插手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其實都有 但是我們在西貢區 西貢級張改動區做的事情 我們盡可能就 不想跟建制派做一個競爭 就是見到有人插旗 就免得過去 見到有人插旗 我們也要做免得過去 就是方國山就免得過去 就是他們在日出莊成 很安壯那裡 我就知道方國山 很多人想跟他 跟他合作還是跟他競爭 競爭 競爭 那個新區 我都說是 新區 每個人都想插旗 對 出匡 每個人都想 但是他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 現在你們新界東 只有一個支部 如果要選立法會員 一個支部不夠 什麼時候再開幾個 有沒有這些部署 這些 立刻考慮一下你的意見 跟葉太太討論一下 不是服務多些人 就是服務多些人 多些辦事處 現在將軍路那裡 我們都做得不錯 有時候我們接到一些個案 我前一陣子接過個案 其實是在沙田 如果市民需要的 我們不怕去 可能在沙田、大埔、北區 考慮一下 但是你說現階段有沒有想 我想先看看區選 你們新聞黨又說打中產 自由黨又說打中產 那你有沒有分別 投票給自由黨 我不批評別人 亦都不評論 我不批評別人 我不批評別人 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做中產 好像說我們專門搞多些活動 其實你看到中產 中產需要什麼活動多 我都想知道 游艇出海的人 那些不是中產 那些不是中產 怎麼搞 好像一些親子活動 是親子活動 是很喜歡親子活動 是很喜歡親子活動 一些英文的課程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產其實是很注重教育的問題 就是子女怎樣成長 但是他們會不會自己有錢去報 他們肯花費 但是他們肯花費 為什麼還要選擇政黨來參加 為什麼不自己出去報公民式 我們那些英文班 會言智庫學院 對呀你們有一個學院 對呀你們有一個學院 其實是一個很注重自由藝術 就是通識的方面 會比較強項 還有我們今天早上就結束了 有一個春季成人課程 是成人課程 對呀就是有成人課程 教一些成人的東西 對呀就是 就是歡迎成人來參與 對呀就是 就是工聯會那條路 工聯會那條路 工聯會那條路 就是他們講一下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 還有一些副析一下歷史 就是很多這些 這樣很好聽 我聽到想去 真的很歡迎 真的很歡迎 就是任何人來 我們都很歡迎 其實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比較 其他教育機構 或者其他政黨 我們是很開放的 還有你請到這類人物的人 在香港是很獨特的 再不是 上一個星期其實我們請了馮國經理 我經理了講十二五規劃 其實每個星期都不斷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機會 就是不同的講 提供了很多機會給別人看這個世界 我覺得就是在香港 就算是私人機構也好 供應 是很獨特的 我一聽已經很瘋了 不是呀 你寫文言也是黨校的 黃丹 不是現在沒有呢 不是現在沒有 有黃丹 有個什麼民主學院 不是民主學院 說你寫文言之前的普朗證 之前那個都說 玩東西你 不是認真 認真就是分家 我和你認真 你是黨派 黃文先生已經退了黨 但是那個政治學院 就不屬於寫文言的 不屬於寫文言的 那你們有沒有打算開一個 開黃丹 即是你們會一起去民主學院 當然啦 一起做 其實你們會言學院 是否打算幫新民黨培訓人才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這樣看 我們會言通識 醫免教通識 或者任何其他方面 都是想把一些教育 給予一個機會 令到其他對這些有興趣的人 可以進來聽到 再把這些知識傳揚開去 即不是說 我們叫你回來 教你政治 教你怎樣選舉 就扔一些選民登記表格給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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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些 絕對不是這些 是一些會比較 可能是 知識水平的含金量 會比較高一點 即是很金 即是見金 不是騙人 我認真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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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過跌村來講法律的事情 他是法學博士 是的 還有我們有中學生課程 中學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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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 你們就是要 中學生 中學生教什麼 中學生教英文寫作 英文寫作 英文說話 演說 通識 做完這幾件事後 帶他們去參觀本地企業 哦 本地企業 即是長實那些人 我們去哪裏 我們去過國泰城 國泰城 國泰城 即是 很厲害 搞到整間學校 有文化 有政治 有英文 是的 搞到我想投你票 你出來選 我投你票 不投票 搞到 很厲害 我們認為 講回中產 中產債 希望他們的子女 有一個良好的發展 即是長大了成人之後 他們都希望他們 有知識多一點 有知識 即是你說 不要聽一句 有些人說 新年的時候 葉太經常都說 新年的時候 會不會 中產會不會 叫他寫 我要求環保 不會 他都會寫 小朋友 學業進步 就是這個意思 懂得觸選民心 我想最重要是這個 我知道 Sylus 服務區 都是中產區 你在哪區 港島區 牛尼州海葉半島 很中產 很中產 一聽到名字 已經知道我是中產 當區區原來是馮偉光 國民主黨的位代表 是的 但中產是否說 這幾年有很多軟氣 對社會 對政府有很多不滿 即是你們做地區服務時 有沒有收到這些意見 即是假如他們對政府有什麼不滿 就會透過反映給你們的區 絕對有的 但如果你問 真是說 我是會員智庫 對不起 會員智庫社區服務中心這樣算 其實收到最多 都是地區事務的投訴比較多 例如我剛才也不好意思 因為遲到了 因為又處理一個投訴 就是投訴 南區有一個香港仔菜馬會診所 希望要求他擴建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地區事務要搞的 即是說排得太久了 排十年未到我家 就是覺得地方太小 太擠迫 地面後層室的位置 也只有五十多個位置 始終沒有了四十多 但原來女女試過 一球層站上來 例如冬天 試過過百人在那裏 坐滿了支援旗 例如流浪高峰旗 是的 有很多人站在那裏 其實他們覺得根本上都用任務 人口有增長 所以正常有街坊 真的很多地區市務 沒有議題 去向我們反映 反而多 政府也不是沒有的 例如說 好像去年 政改通過了 政和反也有居民下來 跟我們反映 不過就是反映 他就不會說 要求我們做些什麼 又不會說 你投了什麼票 我會不會投你票 又不會說這樣 好像今年派 財政預算案 派六千元 居民也是純粹反映自己 贊成與否 但是好像居民 跟你們社區幹事 那樣反映了 你們有什麼跟進 要擴大醫院等候的位置 要的 我們要寫信給 看看 例如我那個層面 可以寫信給 相關的部門 例如醫管局 跟他說 希望可以增加支援 這個診所是否在衛生署 是的 是否無形健康院 還是什麼 不是 它是門診 門診 這個可以經常去 醫管局也可以 其他一些事務中診 反而最多 是物業管理局方面 那個投訴最多 如果你問我在海業半島 聽到 交通一定會多 因為沒有地鐵 靠馬士按 你都知道什麼事 一定是 失車情況嚴重 真的知道什麼事 他們有沒有要求 令到南港島線 化一些員工 會不會有這些要求 一直都說 就算 會言之父還未成立之前 他們 之後其他人都在爭取南港島線 但現在終於都落實了 2月期應該是6月就會動工去起 沒有影響嗎 港豬和大橋環庭 沒有對你們南港島線 特首說70多個項目 一定會有影響 當然有這麼大廣告大 如果旁聽區議會 沒有聽到有這方面的影響 而且他們也批了工程要做 今年6月份都要動工 照顧你 照顧你 港豬和大橋也批了 照顧你 因為目前 如果你問我 對上一次我接觸到 區議會 即是說交通事務 就沒有影響 我想我們也要看下個禮拜 明天 後日 區議會又有個交通會議的時候 我再聽聽就知道 究竟是特製上有沒有影響 但相信那個影響應該沒有 如果影響會不會造反 你們暴動 我們上集這樣 經常叫人暴動革命 是嗎 沒有啊 只是罷課而已 上次請逢偉環 逢偉環 混亂了 還是要看居民反應 那邊的居民有少 這個情況 都不會 很溫和 即是中柴溫和 是穩定的 是很溫和的 是很溫和的 但認真 好像最低工資實行之後 對你物業管理 會不會說需要加管理費 預期要加的 因為它好像可以半島為例 它是一個私人屋苑 它那個 員藝 清潔 保安全部都是外判的 所以變成在最低工資之下 原藝 保安不是外判 但是原藝和清潔外判 就肯定他們 連那間公司都要求去加價 就是為了配合他們自己最低工資 當然 你說可以半島裏面的保安 那不用說 一定是要加到合理水平 就是在法例上所說的水平 那我預期 它今年就沒有宣佈說加管理費 所以可能今年年底之後 他們檢討應該就加的機會都很大 但有很多私人屋苑 例如天水圍加湖山莊 好像說他們業主立案法團 是反對加價的 即是你們可以半島那邊有沒有 天水圍那邊有過癮一些 因為加得太厲害 半島的情況比較複雜 為什麼呢 第一 這麼大的國務院都已經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其實現在我也在幫他們 希望卡會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沒有的 他們其實是業主委員會 哦 就是業主委員會是有一個 根據公契 有一個諮詢 也有一個居民代表的會 但他們純粹是諮詢組織 變了很多事情都是他們未能夠做主導 他們譬如反應意見方面 開會也是管理公司說了事 所以你說加管理費 其實他們隨時可以反應意見 但是可以拿到結果都是影響不到的 不夠居民說想成立嗎 我想以前沒有什麼議員 或者是業委會裡面 如果被你搞到你就選定 嘩 厲害的豬 不可以搞 其實現在我是在幫他們居民的 因為實際上我們之前也做了一份 要搞很簡單的問卷 的確發現了有九成的受訪居民 都超過千人 是支持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在海洋半島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反而管理費那邊的家 居民也有另一方面關注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有一個叫專業代理費 同樣也會加 因為那個專業代理費 就是把管理費抽一塊錢給發展商 這個是根據工期來說 是一定要給的 所以變成在海洋半島的情況 例如專業代理費現在 可以穿到現在變成二億元計 我喜歡像抽稅一樣抽回 你那個專業代理費 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 是佔屋院還開支10% 嘩 真是買樓 所以就以億元計 專業費費 即是每一樣 每一樣開支 定過只有10% 給了發展商 但是這麼多人都想成立 業主立案發團 怎麼遲遲都未成功成立 那要是有很多原因的 可能 當他區議員懶 沒有人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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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人牽頭 變成這樣 其實這個就是居民切身的 當他區議員太懶 固手 有一件事很吊詭 我不說哪個屋苑 有個屋苑 基本上發展商是拿著整個屋苑的業權 會多於50% 這樣就沒得做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多於50% 因為他計算平台XYZ 外場那些 不是 商場 商場 特方 我講的 你怎麼做 根本上他就是 會禁止你去做這個業主立案發團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情況 如果可以用到 幸好就少少 因為商場賣了出去 因為那個發展商是 對 就是長實 那業主立案發團 就是和和 商場就賣了出去 那 然後停車場 很多都賣了是私人的 現在其實 如果你問我們居民 只要整個村 加起來有三成的居民 就是那個業權分數 或是支持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就可以開始找民政事部署 和管理公司幫忙 我相信之前是 當然老實說 業主立案發團 為什麼在海業半島 這麼久都未成功呢 其實因為 我在裡面工作期間 聽到很多很負面的說法 當區區員那麼負面 不是 不是 地區上面有聽到 例如有人 居然說 不要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因為會樓價跌 蛤 爛頭 有五年說 業主立案發團 是會製造到居民貪污 OK 或者少許居民在搶錢 這個有理想 但是這個邏輯 根本現在都可以貪污 還不相見 沒有網管 你只是咨詢 是的 所以我承認 我現在都住在骨頭 我去大堂 看財務報告 是不完整的 我知那筆數 因為聽到我委會助代表 不同的反應 就是 你應整個屋苑的 正常屋苑都是這樣的 財政報告 一定是包括住宅 屋苑 自己設施和會所 但是我永遠是看不到會所 但有傳說 我那裡的會所 是一直在虧過千萬的錢 但我未經證實 我未知 現在都是從事是助代表 告訴我 但問題就是 普通居民 我看不到 就是 又轉去阿添那邊 就是你的服務 將軍澳西局 最近將軍澳那邊 是全部人都一致反對 抗建堆田區 會是 你們那邊的居民又如何 如果我反對抗建堆田區 那其實那些垃圾 又如何處理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其實堆田區 你問我這一邊 是不是全部反對 老實說 我又收到一群人 他們希望拿一群人 不是贊成他 他一定不會贊成他 即是他沒有什麼所謂 他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你跟我搞定 那些臭味我就可以過得去 所以我想 作為政府 應該要對抗一下藥 你先做了 搞定那個臭味 其實大家都知道 臭味的來源在哪裡 Victor 你 垃圾車那裡 有些水 你根本想 你想想 那個垃圾車 一定是走到那裡的水 所以那裡的隧道一出來 只是走那條日出康城外 那條叫做環保大道 進去那個堆田區 由隧道去到這個環保大道 根本就是你要解決就是那個環保大道 其實早前我也寫了一篇東西 在星島 其實要解決那個臭味 其實不是那麼難 你怎樣可以令到那些車 不走那裡的 其實說了很多年 那些人都說 或者轉為全物風式的垃圾車 全物風式 要是全物風式 第二就是 你應該要加快興建 那條南地水道 把那些車 就不要繞進市中心裡 搞到市中心就很偏臭 把那些車搬出去近海 遠離民居進去 還有就永遠不能讓那些車 排進市中心裡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 很多垃圾車 垃圾都扔完了 晚上放工 趴在那裡 趴在市中心裡 大大隔晚上 我真的好像鄉正座一樣 趴在那裡 晚上八點之後 是為你住窗區那裡的環保 晚上八點之後 他可以讓你大型車趴在那裡 趴在那裡 大家如果想看到這件事 很簡單 你去張軍澳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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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九點鐘 晚上九點鐘 你出去吧 你走到外面 你又會見到有一兩格 客人在那裡 真的像香精一樣 那其實是否建一些 朱鎔亭車場 其實你說朱鎔亭車場 可以不可以 你要遠離民居 一定要遠離民居 但是大家都知道 堆填區那裡的煙動有地氣 如果你說近一點 就知道被誰罵 趴過山罵死你 不要出名 人家是負責那區 我不是說他那個姓 不要光天白人說名 地產商也罵 影響民的樓價 賣了 不是賣了 地產商也知道 沒有所謂 地產商畫畫的時候 他都賣了 沒有 某名收副說 我去過那裡看過 那裡買得過 當然買得過 買得過 還有什麼 心曠神怡 這些其實 朱鎔亭 你都反應一下 你張軍澳上班 你長毛辦事處 你可以聯手一起反應一下 不過是駕駛了密封的垃圾車 那裡講了幾年 其實如果你看看 他就欠了長毛那份力量 如果你看看 其實他都 未來一年左右 一兩年左右 他都會把這個 對調區 他只是收回一些建築廢料 原無意外 就希望可以減低臭味 即沒有那麼多廚餘 就不會有 廚餘聲 臭到死 是的 但是也都有一件事 大家觸手沒有看到 就是運武廚餘又怎樣 你的車是吵的 我有一個日出康城 是的 車齡是大家 日出康城的個案 其實是說我住低層 我住低層 真是宏廣聲 天天兩三 天天由九至五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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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搭那條南田隧道 搭出去 搭出去 不經市中心 不經 因為那條 因為那條 那條 那條 那條南田隧道實情是 但是那條南田隧道影響到其他居民 即是南田那邊 這個你怎麼看 你要想 所以我作為張君老居民 我反映一些人的意見 落實了 但是會不會 旁敲側擊就是現在這麼多垃圾就是因為收垃圾的政策 沒有鼓勵別人去折省 還有廚餘沒有想過回收 建築廢物也沒有想過要節省 會不會做這一類的事情 老實說 我想政府的回收策略真的做得不錯 這是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讀過這個城市規劃 其實全世界都是在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處理垃圾 因為其實人口的增加 以及人口的收入增加 垃圾才會越來越多 就算我們所謂的那個 香港怎樣做就不可以罵它 不可以罵它 你可以做 但是奈何我們要怎樣去解決人口增加 除了被你殺掉的話 或者你如果用垃圾也沒有100% 蠟燭的話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這個系統 沒有的 完全沒有 可以設定 你可以做的就是加法興建增加弦 但我會這樣做 蠟燭的話是有其他用途 可以用來做做 拭工 但是 這些技術真的很貴 而且是否擺放在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 暫時我想香港要一定時間 龍鼓灘做也不行 龍鼓灘 就算不是你收集廚藝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你擺在那裡的收集應該怎麼做 你可能可以學別人忘記了哪個屋苑 那個屋苑就是 我余景灣 余景灣 學外國這樣搞碎 用排污渠 我覺得這是一個短期之內 或者可行的做法 或者有些資金 就是每個人可以在家裏裝一個 將那些廚藝 很臭雲 但其實香港很大的百分 都是在滅亡的 你看回是40多個百分 我沒有記錯 40多個百分 運到堆庭區 全部都是食物 如果搞碎了 不見了40多個百分 已經不見了很大幫助 已經不見了一大分 即是現在做的 都要討論又要研究XYZ 即是大家吃的飯盒 這裡說 大家希望聽到 不是法寶膠,有時人為了減肥,即是現在的人 吃到半盒飯,即是飯就留了很多 即是麻煩大家,叫小飯,有些延區就沒那麼大 不過很多時候有什麼東西,例如一塊椰菜,中間有很難吃 即是煮的時候,準備好的時候那些廚餘 不是,是很準備好的廚餘,你沒有整隻豬吃完,豬毛吃什麼 就是這些,魚骨那些 但始終在香港,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做到多少就有多少 現在好了,這幾年好了,人們說扣帶或者減肥,小飯 但這個行動要繼續,最可能你不吃那些就沒吃那麼多 說完地區,說一些政策上的東西,香港很多政黨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個突出的政策做賣點 例如職工民就最低工資,社民就是社會民主 那你們新聞黨有沒有說是哪一個政策範疇特別關注 例如房屋那方面又怎樣呢,最熱是這個議題 老實說,Viktor,房屋這家東西,我們當然支持居屋有限度 有限度 哪一個政黨不支持的,香港怎麼可以 不支持居屋公屋的一定沒有票 樓價很貴 樓價很貴 但是也都這樣說,居屋這個問題真的有限度 但是始終都未能解決到一個問題 即未能解決到這個住屋問題 因為始終你建多少居屋,樓價都不會大些 或者跌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這樣說,這個不是黨的立場 我有一個朋友,其實我之前在我的Facebook上也設了一個小小的論壇 那我也問大家,有什麼意見對香港的房屋政策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說這一招也挺小的 他說,其實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最重要是搞定內地的富商,跑來買樓 他們要買樓 即不讓他們買 不是不讓他們買,買那些三千萬四千萬 最少那些三千萬四千萬 那些中價或者中低價的樓 你那些就不能解決 但現在簡直是那個供應的問題 即現在很多的樓是拿來蓄給大陸人買 接著那個間隔,尺數全部都是那個價 然後給香港人結婚,住的沒有什麼 還有原子彈 很簡單的,很簡單的 很大的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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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角為觀點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看,整件事 其實很多地方都在做一個叫做 城市財富基金 城市財富基金 你所有一些內地的投資者 或是外地的投資者 你只可以投資到這個城市財富基金 而這個城市財富基金 你不管它買什麼 可能買你的房地產 買你的股票 總之 什麼都買 你每年有個保證 可能9至10% 總之你不可以買樓 總之你是外國人 你就一定買這個 他的意思 不是香港人 他的意思是說 有一個主權基金可以政府成立 如果外國人想做投資移民 要拿身份證 就買房子 買主權基金裡面的股份 但可能大量就是喜歡買樓 不是現在 就是上年 曾特首在上一份私政報告 都在投資移民計劃裡面 將房地產的項目剔除了 他也可以成立一間公司之後 用公司的名義去買 就是他想保值 你照樣買樓賣到的 但我不會因為你買樓而給香港人身份 他不是貪責身份證 他是貪他保值 但你就算設立一個主權基金 他一樣可以買樓 但是主權基金 你不知道他裡面會買什麼 他可以隨時控制 可能他那個混合 有時候會買股票 有時候會買債務 就是幾樣東西這樣分 但是他可以 因為這個主權基金 其實因為政府控制 其實因為政府控制 你不知道他怎樣 而且他可以控制 政府會看到樓市不對路 那就可以賣少一些 你可以從而在這方面 可以拿回多些供應 給香港人去買樓 你剛才說樓價 你有朋友建議 內地人只可以買豪宅 中低價樓就不能賣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但是他不建立一個低價樓 那怎麼辦 現在的地產商都不建立 其實很奇怪 政府經常說 你有沒有見過 政府經常說 土地供應 都建立一個豪宅 就是買多一些地 但每次都豪宅地 那就是怎樣 玩 除非是那些牙籤樓 單洞 那些 那些 那些好像是收級市區重新 都不是 現在你拍賣清 那些全部都是低密度豪宅地 都不可能低密度 例如大圍站上蓋 那些 那些沒有辦法 上次有些山頂那些 總之都是豪宅地 而不是一些較為上車門 豪宅地的十多個單位算數 例如大圍那些 其實我主要是想說 有很多的官員反對 限制內地人來的香港賣樓 就說會損害香港自由市場的特性 但可否這樣想 即是說 照樣給你賣樓 但只是1500萬或者2000萬樓上的樓 你才可以賣 如果你是1500萬樓下 就一定要是本地人賣 因為我有留意過 現在北京 他們今年在人大兩會期間 即是附近 是推出了很多壓抑樓市措施 其中一種叫限購零 即是現在北京的樓 是本地人才賣到的 即是就算不是本地人 也一定要在當地工作了 一定的時間才會給他們賣 那也挺好的 香港會不會參考 挺好的 這個也可以考慮 叫葉太提 叫葉太提 我想他後面有做過事 這個全城同意的一題 這個有做過事 除非高人組別那些 好像連台灣也有相關的措施 其實不奇怪 即是我覺得你說 即是說你剛才說自由市場 賣樓這個我想 現在在這個社會上不算是自由市場 即是因為始終好像現在 還有樓市字 香港有很多紋身的問題 你一定要向一些弱勢社會談 談回左 即是 對 談回左 談回左 對 Rocky 在左邊 你想想樓價有一個問題 即是現在的80後 怎樣可以 現在的80後 買不到 不好意思 你九零後 除非你付過波索給你手期 你靠自己重手期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除非你預入10萬 好像Ricker一樣 好像Ricker一樣 就是這樣 即是 找份工 即是收入又難 即某程度上 現在房屋政策也好 香港所有政策也好 都要向一些弱勢 或是 剛剛新 剛剛新 剛剛新的80後 剛剛出來社會那些 傾斜一點點 等他們有個 即是上車的機會 上位的機會 你偵測什麼時候都要傾斜 向弱勢 那強勢用不來 但現在整個傾斜強勢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那條赤斜強勢 即是 自由 即是我經常引用阿田麗神 那一句 即是 自由社會去到盡頭 都要傾斜 是不是這樣說 好像是這樣 他 我記得他好像 你們是副主席 我記得他是這樣說 即是自由社會去到盡頭 你都要幫幫我 即是他 他自己 當然 做了窮富翁 但著戰他的自己的看法 即是 即是 他體驗到原來是 如果加了3元的 他在口袋裏面多了30元 他便可以走進去大家樂食 他想吃就瘋了 就不只剩15元 還要趕船 回到盤間房 即是 很多時候 社會某程度是 要有某程度上的公義 即他的旗號 他在地區工作的旗號是 其中一句是公義為民 量心營商公義 量心營商公義為民 所以其實 都是 即是 你經常說 你要賺最多錢 去回報給股東 那你就做得最適合的 即是可能說 如果你對你的員工 盡責任一些 或者好一些 即不可以說他不盡責任 但這個是Prisonness Dilemma 其實如果兩個人在做生意 當公平競爭 押 剝削勞工 越剝削得厲害 他的競爭力就越大 所以我覺得是要用公共政策 去令Prisonness Dilemma 改變成為 不會在那裏剝削勞工 即是由政府外面政策 即是搞公共政策 所以做得工資我撒 不要開玩笑 不過這麼說 營商那些 在某程度上 真的要照顧下一些弱勢 我覺得香港 實行了最低工資之後 應該要開始 即是有些人 你贊不贊成這個 租金管制 因為其實很多 中小企很大部分的 尤其是飲食業或者零售 很絕大部分的營業把他交租 即是如果做租金管制 限他最高租金 哇 過癮 不過這樣說 不過這個應該你未談過 不過我未談過 但是私大下這樣說 你說租金管制 有一堆人 可能他們幾個人 夾粉買一間店 你管制他 他又很難撐 我買了一間店來做什麼 他可能買一間店 想做投資 可能幾個工友 不會站在投資者角度 弱勢 他都幾個工友夾粉 哇 買到銅鑼灣 這不是公友 不是一地主 不是一地主 原諾可以做 也有那些人 因為我都見過在原諾 有那些工友夾粉 如果是把租金 跟店舖的營業把握 不能超過營業把的幾個百分 我自己覺得很有保留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這樣 就是鼓勵 一些經營不善的企業 可以繼續生存 他如果罵顧客 打顧客 他仍然價錢 是低的 如果整個商場的平均 這樣我都覺得有可取 可以研究 可以研究 我喜歡這些 我自己個人 覺得這件事 很吊詭 沒可能這樣做 如果是這樣 什麼都平均 如果開了幾間連鎖店 你是不是要加一個小半經營的 那條線很難畫 值得研究 你不用研究 即是那個方向 租金貨集 不是 我在想 佔多少個百分比的營業 這個可以研究 可以想想 可以想想 一起聊天 Michael Michael說 他不要打我 因為很簡單 他都要打大地主 因為他自己G2000 即是中環二次 要比租金貨集 他都比四十幾五十 四十幾百分比 如果田少 田二少 他應該有受惠 如果有受惠 如果有受惠 直接受惠 真的不開玩笑 那我覺得他自己 都要看回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個競爭力的比較 那他到今時今日 他這個服裝王國 可以開到這樣 那他自己 他根本就是公平人 他是地產霸權的受惠者 他根本就是 他大部分 大部分舖多租回來的 即不是賣的 但你打到地產霸權 他一定是有利的 可能他的角度 難道大家覺得G2000 在三季 限制他G2000 三月幾季 即是多少錢 是不同的 因為地產生產 在經營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成本 即是打個比喻 其他東西我不穿 例如我不穿 他那件衣服 可以穿別的 沒有選擇 同樣東西 其實土地 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施詠青 施詠青也說 他來過一次學院說 他說的是不滅性 即是你的土地 無論如何 他都還有一個成語價值 而且是unique的 即是這塊地是你的 即是只會少不回多 那他的價格 即是香港那麼小 一定會向上 他的價格只能向上 但香港有很多土地未用 其實 我之前也想 三美洲也有很多未用 是啊 不過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新民黨的後進那麼多 厲害 有前度的正常 有前景的政黨 民建聯這句口號 有前景的政黨 其實新民黨也有前景 我沒有寫說 還有前景 中華民產黨最有 你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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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誤句 好 一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聯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